各位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大家好 在CPA税法泥泞的第一章中 我们继续前行 我们一起进入第四节 税收立法与我国税法体系 首先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税收立法原则 那么什么是税收立法 是这部分内容中非常重要的支持点 税收立法是指有权的机关 依据一定的程序 遵循一定的原则 运用一定的技术 制定公布修改补充和废纸 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的活动 有一些学员认为 税收立法不就是制定税法吗 制定税法只是税收立法中的部分内容 税收立法不仅仅包括 对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 公布修改和补充 也包括了对税收法律法规规章的废纸 那下面我们看一个多选例题 下列属于税收立法包含的内容 有哪些呢 制定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规章 他说制定这些属于税收立法的内容 公布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规章 这个也要选 选项C 修改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规章 这个也包含选项D 废纸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规章 这个也要选 ABCD呢都要选 关于税收立法应该遵循的原则 倒是我们大家简单了解即可了 所以这部分内容虽然标题呀 是税收立法原则 但实际上什么是税收立法 它包含的内容很重要 尤其是刚才提示大家的 还包含废纸 那个特别重要 而对于税收立法到底该遵循什么原则 一般了解 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公平原则 民主决策原则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 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废改例相结合原则 这个一般了解即可 接下来呢 是这一节里的第二个内容 税收立法权及其划分 这部分内容呢 教材中收录的知识点特别的繁杂 我呢只强调其中三个 关于税收立法权划分的三个要点 这个呢我们大家是要特别注意把握的 第一个我们大家要注意把握的要点呢 就是我们国家税收立法权划分 到底是用的哪种模式 教材中谈到好多种模式呢 那我们国家用的是哪一种呢 立法权可以授予某级政府 而行政上的执行权 却给予了另外一级 这个是我们国家税收立法权划分 就是这种模式 那等于立法是一级 执行的时候就不是这级了 是另一级 紧跟着第二 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 以及全国统一实行的地方税的立法权呢 是集中在中央的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税收立法权啊 是高度集中的 不仅仅中央税 中央地方共享税 这里有中央利益啊 那么他们的立法权集中在中央 而且呢 全国统一实行地方税的立法权 也是集中在中央的 那如果呢 考试的时候 问你说 中央税立法权在中央 地方税立法权在地方 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 地方税 如果是全国统一实行的地方税 它的立法权也是集中在中央的 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要点 是地区性的地方税收的立法权 应该呢 只限于省级立法机关 或者经省级立法机关 授权同级政府 不能层层下放 这个知识点呢 咱们以前考试也是考过的 咱们以前考试考过说 这个地方性的 地区性的税收立法权 它给了省一级政府 省一级政府啊 确实它可以享有啊 地区性的地方税收的立法权 但是呢 那个题目又说 说省级政府呢 可以把它继续下放给下一级政府 这就不可以了 它只能够授权同级政府 不能层层下放 也就是换句话说 地区性地方税收的立法权 最低一级就是省一级了 不能比省的级别还要低 好 那么三个需要注意的要点 提示大家了 我们来看相关例题 下列关于税收立法权的表述 正确的有哪些 选项A 中央税 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税法的制定 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委会 这个是正确的 选项B 地方税的立法权属于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委会 这个不正确 我们刚刚说过 全国统一开征的地方税 它的立法权也是在中央的 而不是在地方的 选项C 地区性地方税收的立法权 只限于省级立法机关 或经省级立法机关 授权下级政府 能授权下级吗 不能够啊 只能是授权同级呀 选项C又不正确了 选项D 经全国人大 及常委会授权 国务院有制定 税法实施细则 增减税务 和调整税率的权率 这个它是经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 按照我们国家立法法 它经过授权的 那么它调整税务税率 还有呢 制定实施细则 也是可以的 所以呢 正确的选项是A和D 接下来是关于税收立法机关 要谈税收立法机关 我们必须要把握税法的口径 因为税法 它是分层接的 我们上次就说了 口径啊 大有小分层接 那么制定 不同层级的 是法律 法规 规章啊 它的制定机构 也是有差别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提到 狭义的税法 与广义的税法 所谓狭义的税法 它就禁止税收法律 就是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 那是非常狭义的税法 而广义的税法呢 它不仅仅包括了全国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 它也包括了税收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那我们这个税法教材 我们很多同学手里的都拿有这个税法教材 税法教材的口径呢 是广义的税法 教材中不仅仅收入了税收法律 它也收入了法规 规章 甚至于一些规范性文件 这样的我们大家就知道 我们要考试 考的那个税法是广义的税法 我国的制定税收法律 法规 规章的机关 是不同的 法律集次 也是不同的 那在这里呢 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首先呢 全国人大 及其全国人大的常委会 制定的是税收法律 那我在这要解释一下 全国人大 我们大家都知道 每年三月的时候 都要召开全体的大会的 好几千人聚集在北京 开两会 两会中 其中的一会 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另一个是政协 全国政协 那么这个全国人大 他制定的是税收法律 他是我们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 而常委会说的是什么呢 在这里说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这是因为全国人大呢 他一年往往才开这么一次大会 这么多的人大代表聚集到北京啊 让他们聚集在这里 很不容易的 那么我们全国人大作为一个立法机构 还有很多法律的相关问题 需要他们来研讨 研判立法 那么平时 这个立法活动 怎么去做呢 那在这里就有全国人大常委会 每个季度 他们都要开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没有好几千人了 只有170多人 我说这170多人 他们开的人大常委会这个小会 他的法律效力 和全国人大的大会的效力是一致的 他们制定的呢 都是税收法律 紧跟着呢 就是全国人大 以及常委会呢 可以授权国务院 制定一些税收的暂行规定和条例 我们要注意 全国人大和常委会 是我们国家最高的立法机构 而国务院呢 是我们国家最高的行政机构 国务院本身不是立法机构 它是行政机构 经过全国人大和常委会授权 他也可以制定一些税收方面的 一些暂行的规定条例 那么紧跟着 就是国务院 他自身 也可以按照立法法规定的 他的权限 制定一些税收行政法规 我在这要提示考生朋友们 考哪门课 看哪本书 CPA税法呢 在这里所划分的税法的层级 和其他教材不一样 比如说税务师 他不是这么划分的 那么你现在要复习备考CPA 就先按我们这个教材上 所列的层级来复习 然后等考完CPA以后 你再转换你的思路角度 去发现他们的差异 那么在这里 我们注意第三层次 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 第四个层面 也是法规 但是是地方人大 其常委会制定的税收地方性法规 所以在这我们看 三和四说的都是法规 五和六说的都是规章 第五呢 是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 制定的税收部门规章 第六呢 是地方政府制定的税收地方规章 这样我们大家会注意到 我们CPA税法教材 所收录的立法机关不同 他们制定的法律集次也不同 而且呢 它是广义的税法 一说的是法律 这个层面最高的 第二呢 是授权的制定的 授权制定的 在我们教材中 说它是准法律 在TA税务式的教材中 二和三是放在一起的 那么我们考哪门课 看哪本书 在我们这个教材中 我们说 这个全国人大 常委会授权国务院 制定的暂行的条例呀 或者是一些规定的 这属于准法律了 另外呢 第三和四说的是法规 五和六说的是规章 法规呢 分为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规章呢 分为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 这样呢 我们就列了一个表 把刚才带着大家 所做的分层的内容 再细化一下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税收法律 最高层面的 立法机关是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 他们制定税收法律 除了宪法外呢 在整个税法体系中 税收法律呢 是具有最高的法律效率的 咱们前面说过 法律优位原则 咱们前面讲 税法原则的时候 那优位 说层次低的 效率低的 不能和层次高的 效率高的相抵触 那么什么是层次高的 效率高的 在这儿我们看 税收法律 在整个税法体系中 它的效率是最高的 也可以说 它的层次是最高的 它是除了宪法之外 因为宪法是根本大法 然后我们税法体系中 最有具有最高效率的 就是税收法律 那在这儿给大家呢 列了一下 我们国家目前有哪些 是达到了税收法律 这个层面的 有企业所得税法 个人所得税法 车船税法 环境保护税法 烟业税法 船舶蹲税法 税收征收管理法 耕地占用税法 这些税种呢 它的结尾都带一个法字 而且这些税种呢 它在出台的时候 它的这个税种名称 后边跟着一个法字的 这些还真的都是经过立法的 提示大家 我们教材中所说的 什么什么税法 不一定是经过立法的 比如我们教材中 还说一房产税法 房产税 我们国家现在 没有经过人大立法 我们犯犯说是房产税法 是因为我们教材呢 是广义的税法概念 什么它都说是税法 但是真正的税收法律 在这给大家列出来了 考试的时候 容易让你选择 接下来授权立法 这是我们CPA税法考试 比较特殊的一个层级 其他考试不提这个层面 比如说税务师考试 他把授权立法和相应的行政法规 是放在一起的 那么我们考哪门课 看哪本书 授权立法呢 是全国人大机场委会 授权国务院制定的一些 暂行规定或者是条例 在我们教材中 说它属于准法律 它不是正式法律 但是呢 它的地位很高 它的法律效率呢 高于一般的行政法规 而且呢 等待条件成熟 为上升为真正的法律 在不断的做着准备 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 暂行条例 你看暂行条例 它最后用的不是法 是暂行条例 这是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立法的 接着税收法规 我们刚才说到了 有两类法规 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行政法规呢 在我国的法律形式中呢 它低于宪法 也低于法律 低于我们前面所说的法律 但是呢 它高于地方法规 部门规章 以及地方规章 在全国 它也普遍的适用 比如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细心的同学应该注意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法本身是法律 而这个法在实施过程中的详细规定 在这里就叫做实施条例 你法定呢 实施过程中更详细的 一些规则是怎样的呢 那么这个实施条例 属于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 那么法制定的级别很高 那比它级别低的呢 让国务院在制定实施中的详细规则 接着呢 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 这个税收征管法 也是税收法律 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税收法律 执行中的详细规则就由国务院来制定了 制定的属于行政法规 这样我们大家呢 注意把握规律 我在本章第一讲就强调 这一章学习我们要注意把握规律 我现在都给你举了这两个例子了 你有没有发现规律 法制定一级 而这个法实施过程中的详细的规则和条例 是比它低的下一级来制定的 这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规律呢 接着就是地方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税收地方性法规 目前啊 咱们各地方在制定税收地方性法规的 涉及到的面还是比较窄的 目前呢 只限于像海南省民族自治地区 那么今后呢 我们会逐步的扩大地方的相应的权利的 但是目前涉及到的面比较窄 接下来呢 税收规章分两类 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 有权制定税收部门规章的税务主管机关 包括哪些以前是考过多选题的 那么谁有权制定税收的啊 这个部门规章啊 在这我们看一下 有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 这三个 有权制定税收的部门规章 他们都属于呢 实施税务管理的专门的部门 别看财政部 财政部收支 税收是收入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财政部呢 它设有税政司 它确实管税收的事 国家税务总局呢 当然它主要是征管执行 但是一些政策的研究测算建议 它是有权利的 它往往呢 和财政部一起来制定 财税多少多少号的部门规章 海关总署 非常明显 它是负责征收关税的吧 那么其中和关税有关的部门规章 它确实是可以制定的 那么这个极次的规章呢 不能和宪法 税收法律 行政法规 相抵触 我们在这里又出现了法律优位原则 你不能这个层级低的 效率低的和层级高的相抵触 在这里呢 给大家举例的部门规章 像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规律又出现了 考生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 增值税暂行条例谁制定的 咱们刚才说 是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制定的 你看国务院制定的 国务院的级别就比这个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的级别要高啊 那么这么高级别的制定了 暂行条例 比他级别低的 再制定实施细则 接着呢 就是地方政府制定的税收地方规章 在税收法律 法规明确授权的前提下 它才可以进行 同时呢 它也是不能够与税收法律 行政法规啊 相抵触 比如说城市维护建设税 房产税等地方性税种的实施细则 我们考生朋友们真的还是要学一些啊 好好学一学税法 在咱们现实中呢 经常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谣言 你真正学好了税法 你就知道那是谣言 比如说像在去年和前年啊 都出现了 突然网上就开始说了 说你看宁夏出台房产税了 咱们国家要对居民住房征税了 然后把好多老百姓给吓得够呛 实际上 你仔细看 是人家宁夏呢 对房产税的实施细则进行了修改 那么他修改的这个房产税的实施细则 他本身是地方政府 他有权利的 而且依然只是对他原有的经营用的房产 而不是百姓住房 经营用房产 他怎么来计争 他做了一点点啊 在进行征管过程中的一些征管措施的一些微条 他并不是说就出台了对老百姓住房征税这样的政策 所以呢 如果你对我们国家这个税法的极次 以及呢 各地方他有什么样的权利 而且他不能够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 咱们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都没有说 要对居民住房来征税 那么宁夏房产税的实施细则也不会出现这一点 当然有同学说 上海和重庆可是对居民住房有征税的 那是在试点 而且是国务院特批的试点 和我们说的制定这个实施细则 实施细则的简单调整不是一回事 所以呢 你学好了税法 你就可以坦然的面对 生活中的一些税收谣言 好 接下来给大家做几点解释 在现行税法中 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发布实施的 有哪些呢 容易出选择题 这个真的是以法的形式出台的 企业所得税法 个人所得税法 还有呢 车船税法 环境保护税法 烟业税法 船舶蹲税法 另外 车辆购置税法 耕地占用税法 除此之外 其他的那些税种呢 都是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授权 授权国务院 去制定的像暂行条例呀等等 而且提示大家 全国人大常委会不止一次的授权过国务院立法 那么接下来要提示大家的就是最近这些年我国税收立法的进程在不断的加快 那给大家梳理一下 最近这两年我们国家税收立法法制化的进程就原来它还是暂行条例呢 现在它变成税法法律了 在这我们看一下最近两年有哪些如果让你考试选择你能选出来 第一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环保税法呢 它呢是在2016年的年底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它不是那个好几千人大会 它是170多人小会审议通过的 2018年的1月1日起实施 接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烟业税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敦税法 是在2017年的年底12月27日 也是由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是自2018年的7月1日起实施 大家注意它不是1月1日起实施 是2018年它下半年开始实施的 所以我们去年CPA的教材中都没有收录 去年7月1号以后实施的 烟业税法和传播敦税法的一些新政策 今年就收录了 第三 车辆购置税法 是2018年12月底 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 是自2019年7月1日起实施 车辆购置税法呢 是今年下半年开始实施 但是我们今年的教材上 收录了新的车购税法 这一点就和去年不一样 去年它就一看你下半年才实施 那我教材就不收录了 上半年我还执行别的呢 但是呢 咱们今年CPA税法教材 把下半年实施的车购税法的政策 收录在教材中了 这个我们大家也要注意 接着就是耕地占用税法 依然是2018年年底 12月29日的时候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 而且耕地占用税法呢 我们教材也收录了 是最新的 它实施的时间呢 是2019年的9月1日 咱们都快考试了 它实施了 但是一考考你的就是新内容 下面呢 是第二点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委员会的立法 都属于税收法律 就那3000多人的大会 和170多人小会 他们的立法都属于税收法律 他们的法律极次是相同的 但是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也要注意区分 如果他真的问你 哪个是那个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立法的 还是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委会立法的 你也要能够区分 很好区分 那个大会 3000多人大会立法的 就是两个所得税法 企业所得税法 个人所得税法 然后那170多人 小会立法的 税法很多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车船税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保税法 另外呢 烟业税法 船舶多温税法 钢地占用税法 车辆告知税法 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税收 征收管理法 这个征管法 也是那100多人 小会立法的 这样我们大家 就把虽然都属于 法律层面 但是哪些大会立法 哪些小会立法 我们也区分了 下面我们看相关的例题 2011年的真题 下列各项税收法律法规中 属于部门规章的 是哪一个 他也说部门规章 你不能是法律 也不能是法规 而是部门规章 部门规章 我们想想 咱们前边谈到了 财政部国家售总局 海关总署 他们制定的是部门规章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 这可是法律 我们前面说了 好几千人大会制定的法律 选项B 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税暂行条例 这可是国务院 受到了人大常委会的授权 他按照这个授权 制定的暂行条例 属于授权立法 选项C 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 实施条例 那么这个 实施条例 我们就会想到 我刚才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 是属于法律 实施过程中 详细的规定 制定者呢 就比立法的级别要低 这是国务院 所制定的税收法规 选项D 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税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 刚才我们说 那个消费税暂行条例呢 是授权立法 实施细则 那就比授权立法的 那个国务院的级别还要低 那么它属于 部门规章 所以应该选择选项D 我刚才呢 带着大家分析这个题的过程 就是帮着大家梳理和记忆 我们前边税法分层 不同的立法机构 对应着哪一层的税收法律 法规和规章 我们的一个复习过程 我们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第一章 特别适合 边听课边记忆的 接下来 还是一个多选题 我国现行税种中 以国家法律形式 发布实施的 有哪些 这可说的是法律形式 一说法律形式 就是那好几千人大会 一百七十多人小会 他们立法的 全国人大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他们立法的 都属于法律形式 资源税 没有 资源税咱们国家 目前还是暂行条例 还没立法 环境保护税 这个要选 我们刚刚说过 它是人大常委会立法的 2018年1月1日起实施的 车辆购置税 这个也是人大常委会立法的 在今年的下半年 开始实施的 它也立法了呀 车船税 早就立法了 这个也是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的 这个两个带车的 我们都已经立法了 很好记 那么要选择 B C D 都是国家法律形式 发布实施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多选题 以前考过的内容 下列各项中 有权制定 税收部门规章的 税务主管机关 有哪些 有权制定 税收部门规章 税收部门规章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 咱们前边 给大家画那个表的时候 提到过 所以应该选择 A B D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 税收立法程序 包括三个阶段 提议阶段 审议阶段 通过和公布阶段 我在这提示大家 税收立法程序 考过两次 咱们以前考过 考的时候 他故意给你加上 给你加一事刑阶段 那你就不能选 所以税收立法程序呢 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包括事刑 在这里有提议 审议 通过和公布 不包括事刑 这是 2016年 第二次 考这个知识点的时候 他提到 说我国税收立法程序 经过的主要阶段 有哪些 提议阶段 通过阶段 公布阶段 审议阶段 A B C D 都要选 这是第二次考了 第一次 还要更早 加过 事刑 注意不要选 所以这个知识点 你看上去很散 我们第一章啊 就是这个特点 但是他有一些特散的 知识点 考试的时候 他会突然抓过来 考你一下 所以在讲课过程中呢 我会特别提示大家 容易考的知识点 还是那句话 我们第一章 听课比自己看书效率要高 接下来 多选题 下列各项中 符合我国税收立法规定的 有哪些 选项A 税收法律 由国务院审议通过后 以国务院总理名义 发布实施 这不对 税收法律 咱们说的那全国人大 人大常委会 去实施的 那个国务院总理名义 发布的 那肯定不是税收法律 选项B 国务院及所属税务主管部门 有权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 税收行政法规和规章 在这儿呢 你看他说了国务院 还有税务主管部门 那么国务院制定的呢 是税收行政法规 规章呢 是税务主管部门制定的 部门规章 这个也是正确的 选项C 税收行政法规 由国务院负责审议通过 以提案形式 提交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 审议通过 这个不正确 你都到人大人大常委会 那去审议了 你能叫行政法规吗 人大通过的那叫法律呀 所以选项C不正确 选项D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 于2019年9月1日起实施 这是正确的 所以这道题 我们要选择B和D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 在这里呢 我抓几句教材中的原文 考试的时候 他容易给你编到选择题里 首先就是税法体系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税收制度 简称税制 我知道听课的学员朋友 好多学员呢 他毕业的专业可能就是税务专业 税务专业呢 在学税收方面课程的时候 很可能学的不是税法课 而是税制课 或者中国税制 你会发现内容和我们这税法的内容 是一致的 因为呢 税法体系就是我们所说的税制 或者税收制度 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呢 它可以按照构成方法和形式 分为简单型税制和复合型税制 简单型税制一个国家 就主要就征一种税 复合型税制呢 是多个税种 同时在征收 我们国家非常典型属于复合型税制 另外我们今年教材呢 对于税法体系中税法的分类进行了调整 去年是四加一种分类 今年是三加一种分类 那么我们看一下 税法体系中各种税法 它呢 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我们看 今年我们教材中做的分类 按照税法的基本内容和效力不同 分为税收基本法和税收普通法 税收基本法呀 它属于税法体系中的母法 在整个税法体系中起统一作用的 在这里要提示考生朋友的 就是我们国家的税法体系中了 目前没有税收基本法 没有其统一作用的母法 我们有的都是税收普通法 税收普通法呢 它往往都是针对部分税收事项来制定的税法 就是对于一些 比如说你是某一个税种啊 或者呢 是我们征管这个方面呀 我们分别制定的税法 那么比如说个人所得税法呀 税收征收管理法呀 这些都属于税收普通法 我们国家税法体系中呢 没有税收基本法 这一点呢 是咱们国家税法体系有点落后 我们好多学员是学会计的 我们大家知道 我们会计就有基本法 就是会计法 在整个会计法律体系中 它是有母法的 会计法 由于它有那个法 注册会计师的注册两个字 一直能得以保留 因为会计法里都写了 但是为什么注册税务时 那注册俩字就没留住啊 税收没有基本法 现行的涉税法律中呢 也没有对注册税务时 法律地位的描述 所以检政放权 砍掉的就是注册税务时注册那俩字 而注册会计师注册俩字就没有砍掉吗 会计有基本法 税收没有 在这里我们大家注意到 我们国家现阶段的税收有的都是普通法 接下来按照税法的职能作用的不同 又分为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 税收实体法呢 我在这简单说呢 是确定税种立法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说的不完整 它是确定 像纳税人 课税对象 税率 这些实体要素的 这些呢 都属于税收实体法 那么像个人所得税法 企业所得税法 里边规定 纳税人课税对象 税率等等这些要素 你看它都有规定啊 他们就属于税收实体法 而税收程序法 管理讲程序啊 税务管理方面的法律 就属于税收程序法 比如说我们国家的税收征管法 另外呢 教材中的第三种分类 是按照主权国家 行使税收管辖权的不同 分为了国内税法和国际税法 这里的国内税法 是国家内部的税收制度 比如说 我们国家个人所得税 关税 企业所得税 这都属于我们国内税法 而国际税法呢 是国家之间 形成的税收制度 在这儿我也要提示考生朋友们 一说国际税法呢 它没有一个凌驾于各国之上的 一个机构说 给大家制定一个国际税法 没有 这里的国际税法 它指的是双边 或者是多边的国家间的税收协定 条约 也包括了税收的国际惯例 这个是国际税法 在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句话提示大家 我们刚才说了税法的分类 这个分类不具有法定性 它就是研究所使用的 我们要搞搞这个税法研究 或者呢 搞搞有一些啊 我们想统计某一方面的东西 我们做一些研究梳理归纳的时候 我们用这些分类 这个分类不具有法定性 不是法定分类 这句话是考过的 我们大家要注意 不要认为我们书上写的 就是法定分类了 那可能别的学者研究这个问题 不用这种分类呢 这个呢 只不过就是我们编书的这些学者 他们愿意用这种分类 不具有法定性 那么还有一种分类 我刚才说三加一种嘛 还有一种分类就是 我们教材中 第十九页提到的 间接税和直接税 关于间接税和直接税 我呢 在之前给大家讲解 这个纳税义务人的时候 谈到纳税人与赴税人的时候 讲过间接税与直接税 间接税非常容易转嫁 纳税人跟赴税人非常容易分离 而直接税呢 纳税人他就是赴税人 纳税人直接负担了税款 那么我们之前也讲了 那直接税不容易转嫁的 像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不容易转嫁 间接税太容易转嫁了 增值税 消费税 关税 那么这些都是间接税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例题 税收征管法属于我国税法体系中的什么 是税收基本法吗 我们国家目前没有税收基本法 是税收实体法吗 不是 征管法它主要讲的都是一些管理流程 它属于税收程序法 而且属于国内税法 它不属于啊 这个国际间的条约协定的国际税法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选择C和D 接下来08年在这里考个多选 下列各项中 属于我国现行税法的有哪些 就考你对我们国家税法的熟悉 税收基本法没有 企业所得税法这个有 进出口关税条例这个有 中央与地方共享税条例没有 咱们说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分类 这种分类有 分类变成什么条例了 这个没有 所以呢要选B和C 接下来提示一下 我们国家现行的税法体系 我们国家现行的税法体系 是由实体法和税收征收管理的程序法 共同构成的 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 是因为呢我们以前考试考过一次 说我们国家的税法体系 就是由18个税种构成 有的同学还认为是对的 对啊我们国家就是有这么多个税种啊 这不就是我们国家的税法体系吗 那你还少说了一块 征收管理那块呢 那些税种往往呢 都是实体法体系里的东西 你还有程序法呢 你不能把这块拉下呀 那么我们教材 我们今年2019年版呢 他就把税收实体法体系 按照征税对象的不同 分了五类 那在这里呢 我们大家看一下 我刚才已经前面说了 教材中的原文 说这个分类不具有法定性 但是这个分类呢 我们同学大致看一下 我只想提醒大家 今年这个分类挺怪的 它有一些调整 像商品货物和劳务税类呢 有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 资源环保税类呢 有资源税环保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所得税类 大家注意一下 今年它有变化 所得税类过去 我们就认为是两个所得税 就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嘛 但是今年他把土地增值税放在这里了 他认为土地增值税也是所得税类 因为我们说这个不具有法定性 每个学者会有每个学者的观点 那么我就是说 如果你敢把土地增值税放所得税里 增值税放不放 它都是对 涉及到 虽然都带增值两个字吧 但他们也都有扣除 所以呢在这里呢 就是税收税种税法的分类都是研究用的 不具有法定性 我们呢知道 哟我们教材今天把土地增税 割所得税类里了 接着呢是特定目的税 特定目的税类里边呢 有城市维护建设税 车辆购置税 耕地占用税 烟业税和传播吨税 往往呢是达到特定的一些调控目的的 另外财产行为税类呢 有房产税 车船税 印花税和汽税 接下来 我们再看 我们国家税法体系不仅仅 有实体法体系 还有程序法体系呢 程序法体系和管理有关 我国对税收征收管理适用的法律制度的 是按照税收管理机关的不同 分别规定的 所以这里的程序法 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的税种呢 是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中的 有关规定来执行的 而海关负责征收的税种和代征的税种 不实施征管法 而是按照海关法和进出口关税条例的 有关规定来执行的 所以呢 在这里 税收征收管理法 海关法 进出口关税条例呢 它又会构成我国的税收的程序法体系 同时我提醒大家 咱们实体法 就各个税种中 里边 有一些征管规则 明明它是税种里面的 提到征管规则了 那些征管规则 也属于程序法的内容 下面我们看多选例题 以下关于我国税法体系的说法 正确的有哪些选项 我国现行税法体系 是由税收实体法构成的 这个不对 有实体法还有程序法呢 再有 关税和传播敦税 由海关负责征收管理 这个是正确的 选项C 烟业税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 这个也是正确的 选项D 我国对税收征收管理适用的 法律制度 是按照税收管理机关的不同 而分别规定的 这句话也正确 税收管理机关不同 你是税务机关管理 还是海关管理 确实有不同的管理制度 所以这道题呢 BCD是正确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学习第一章的第五节 税收执法 税收执法呢 它涉及到了税法的实施 和税法的执行 包括了税收执法和守法 两个方面 实际上呢 我们要注意 征的一方和纳的一方 那征的一方 像税收执法机关以及人员 纳的一方 是我们纳税人 他们本身都应该要守法 不能只让纳税人守法 征收的那一方也要守法 那也是税收 法定原则的体现嘛 那么执法机关和人员 在执法过程中 要依法执法 一般来说呢 我们要考虑 税法执行过程中的几个重要原则 第一个原则 层次高的法律 优于层次低的法律 这个原则让我们想到 法律优位原则 你在执法过程中 你肯定也要使用这个原则 第二 同一层次的法律中 特别法 优于普通法 这句话 去年考试就考过 咱们 税法适用原则中也有啊 接着 国际法 优于国内法 咱们去年考试把这说反了 说国内法 优于国际法 不对了 国际法 优于国内法 这在执法过程中 要注意这个原则 实体法从就 程序法从心 我们大家就会发现呢 我们执法过程中 法律适用性 要使用的原则 和我们前边 给大家讲过的 税法的适用原则 大面积 是有相同点的 像一二四 都是就有相同点的 只是国际法 优于国内法 在我们税法 适用原则中呢 他没有直接提到 接下来 我们这一部分呢 还会涉及到 税收执法权 这一点呢 我们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税收执法权呢 它具体包括 税款征收管理权 税务急查权 税务检查权 税务行政 赋予裁决权权 和其他税务管理权 我提示一下啊 这个急查权和检查权不一样 老有一些呢 初学者不懂得搞混 一说税务急查 它是专门的机构 用专门的程序 实施的检查 是急查 而这个税务检查 是税务部门 他没有说 你必须是急查局 或者是专门的机构 那么他们实施的 那是检查 二者还是有差别的啊 那么对于税收执法权 其中最重要的是 税款的征收管理权 这是他最重要的权利 那么我们教材中 今年就是按照国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呢 重新做了这一部分内容的修订 税务机构的设置 及职能 2018年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国地税合并了 分酒必合 合酒必分 那么国地税征管体制 进行了改革 改革以后 现行的税务机构的设置 是中央政府设立国家税务总局 它是正部级的国家税务总局 原有的省 即省以下的国地税机构 两个系统就合并整合了 合并整合 统一设置为 省市县 三级税务局 但都属于国家税务总局下设的 某省某市某县的税务局 所以我们现实中 很多人都开玩笑 说地方军都变成中央军了 它实行呢 以国家税务总局为主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 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大家注意谁为主 国家税务总局为主 这是主线 然后呢 同级人民政府为府 双重领导管理体制 它也不是单线管理 是双重领导 但是谁为主要知道 另外呢 由海关总署及下设机构呢 它是负责关税的征收管理 和受托征收 进出口增值税和消费税 那么在这里 现实中实际上 他们接受委托征收的 是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出口环节的 还是由国家税务总局系统 来征收的 这点我们后续呢 会看到国家税务总局 职责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 我们教材中 今年一下收了12项职责 我呢 把比较容易考试的 在这呢 列了一下 我带着大家看一下 关键词 因为你现在都变成中央军了 那么中央军 这个系统 它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是具体起草税收法律法规的草案 实施细则 并提出税收政策建议 这个国家税务总局 有这个职责 它是呢 与财政部共同上报和下发的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咱们现在的好多文件 都是财税 什么什么号 它这个国家税务总局啊 它自己 它不能随便下发 或者上报一些文件 它和财政部一块上报下发 它自己直接下发的是公告 而且这些公告 往往是和财税 什么什么号文件里的内容 它具体怎么执行 它在公告中解释一下 它不是创立了一个新的政策 所以在这呢 我们看和财政部共同上报下发 制定贯彻落实的措施 负责对税收法律法规执行过程中的征管 和一般性的税政问题进行解释 所以在这呢 我们看它是执行过程中的征管 这是关键词 国家税务总局系统 它主要是在执法过程中 执行税收法律法规过程中的一个征管 一般性的税政问题 它可以解释 它不是说所有税政问题进行解释 事后还得向财政部备案 因为财政部也有个税政司 这是我前面跟大家提到过的 另外呢 它承担组织实施中央税共享税 法律法规规定的基金 以及费的征收管理的责任 在这依然强调征收管理 例证要做到税款的应收进收 另外第三到第五项的内容比较琐碎 关键词呢 就是参与研究啊 决策啊 建议啊 这一类的 而且要做好征收管理体制改革 以及呢 实施纳税服务体系 它的建设 这个呢 是我们一般了解一下的 另外呢 第六项呢 组织实施 要对纳税人进行分类管理 和专业化服务 你看它又要分类管理 还要有专业化服务 这个都是国家税务总局 这个系统他要去做的 组织实施对大型企业的纳税服务 和税源管理 七和八呢 他就说到了一些规划呀 计划呀 信息化呀 金税工程这一类的 第九呢 是开展税收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这是国家受总局的职责 参加国家地区间 税收关系的谈判 也是国家受总局要去做的 草签和执行有关协议协定 也是他去做的 所以国际税收这一块 和他有关的 我特别在这强调了 再有呢 是办理进出口商品税收 及出口退税业务 这个是国家受总局去做的 那么有同学说 那不是进口的时候 海关还带争吗 那是委托海关带争的 不是海关雇有的职责 那是税务机关委托海关带争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的 那么本身呢 税务局他的职责 我们大家知道了啊 第十一项强调是垂直管理 协同省级人民政府 对省级税务局实行双重领导 在这里他首先强调了 税务局他本身呢 全国税务系统 还是一条线垂直管理的 但是呢 省级人民政府 对省级税务局 他有一个双重领导 但是谁为主 还是税务系统为主 政府为府 这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 接下来呢 就是税收征收管理范围的划分 这一点特别重要 今年考试 大家要特别注意 还是在这里面容易出选择题的 就是我们国家的税收 分别由税务和海关系统负责征收管理 那么他们各自都征什么税呢 在这呢 你一定要死记 你可以呢 用排除法去记 海关 他本身负责征收 关税传播敦税 另外呢 代征 进出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目前来说 他代征的是进口环节 没有出口环节的 接着呢 就是税务系统 国家税务总局系统 他所征收的 就是除了 关税传播 敦税以外 我们国家 现行的所有税种 都是税务系统负责征收 下面呢 我们大家来看 例题 下列税种中 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的 有哪些 房产税要选 车船税要选 车辆购置税要选 船舶敦税是海关负责征收的 所以和车船有关的三个税种中 有两个是税务局征的 车船和车辆购置税 而船舶敦税单说船的这个 是海关负责征收的 接下来我们看 下列税种中 由海关负责征收的 有哪些 关税 船舶敦税 而车辆购置税和车船税 是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的 接下来是关于税收收入的划分 咱们税收取得收入以后呢 有一部分就成为了中央固定收入 有一部分呢 就成为了地方固定收入 就给地方了 还有一部分是中央地方 要去分享的收入 这样我们收上来了这些税收啊 我们哪些属于中央固定收入 哪些属于地方固定收入 哪些属于共享收入 提示大家 我们在全面引改增之后呢 增值税 它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共享税 它的收入划分 调整为中央和地方 各50% 一加一半 这个共享 另外环保税 都属于地方收入 这点呢 要特别注意 这个是比较容易考大家的 环境保护税那收入 是属于中央收入 还是地方收入呢 它都属于地方收入 那刚才呢 给考生朋友们 介绍了啊 咱们中央固定收入 地方固定收入中呢 比较容易考 希望提示大家注意的问题 那下面我列了一个表 把中央固定收入 地方固定收入 中央地方共享收入 列了一个表 划分一下 这个地方咱们以前呢 多次的命之过考题 首先呢 中央固定收入 就这收入都归中央的 我们看消费税 含进口环节 海关带征部分 车辆购置税 关税 传播墩税 海关带征的 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这些呢 收入都归中央 我提示一下大家 世界各国的关税 收入都是归中央的 没有归地方的 那我们大家 发现规律了没有 就是海关征收的税 关税 传播墩税 和海关带征的 增值税 和消费税 这肯定都是归中央的 另外呢 就是税务机关 征收的消费税 和车辆购置税 收入都归中央 这样我们大家 很容易的 就记住了 中央固定收入 海关征和带征的 那个都归中央 然后税务机关征的 消费税 和车辆购置税 修车 这两个归中央 然后我们再看 地方固定收入 地方固定收入呢 都是小税中 房产税 城镇 土地 使用税 我们老说房地产 你看 地方固定收入 耕地占用税 土地增值税 车船税 汽税 烟业税 和环境保护税 都属于地方固定收入 那么咱们 以往年度还考过 说中央单位的 房产税 收入 是不是属于 中央固定收入 不是 中央单位的房产税 这房产税 不管什么单位的 都属于地方固定收入 接下来 中央地方 共享收入 我们看一下 共享收入 咱们经常考 一个是增值税 增值税 不含海关带征的 海关带征的 都归中央了 除了那个之外 增值税呢 中央和地方五五分成 我们刚刚说过 城市维护建设税 好多同学都认为 城市维护建设税 属于地方固定收入 它还真不是 城市维护建设税呢 它有一部分 是属于中央固定收入的 比如说 各大银行总行 各大保险公司总部 集中缴纳的增值税 然后所对应的城建税 收入都是归中央的 然后我们再看 企业所得税 和个人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和个人所得税 都属于中央地方 共享收入的 企业所得税呢 是一些大央企收入啊 都归中央 除了大央企之外 其他的一些企业 它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中央和地方六四分成 个人所得税呢 是储蓄存款利息 个人所得税 都归中央 目前是停征的 其他个人所得税呢 中央和地方六四分成 所以俩所得税 都有一个六四分成 增值税有一个五五分成 接着呢 印花税 证券交易的印花税 收入都归中央 其他印花税呢 归地方 这样呢 它等于按照项目类别 中央和地方去共享了 资源税呢 海洋石油企业资源税 是归中央的 其他资源税呢 是归地方的 这样它按照资源的 屏幕和位置 做了共享 我们大家可能 还有人听说过 海洋石油税务局 这么一说 那个呢 是属于对于海洋石油 来征收相应资源税啊 等等税金的 这样的征收机关 好 那么在这里 我们区分了 中央固定收入 地方固定收入 中央地方共享收入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 去年在这里 考过的单选真题 下列税种中 其收入全部作为 中央政府固定收入的 是哪一个 去年的真题 耕地占用税 它这全部收入 都属于地方固定收入 个人所得税 储蓄存管 利息 取得的所得税 是归中央的 其他个人所得税 中央和地方 六四分成 它也不是 全部作为 公央政府的固定收入 车辆购置税 它全都是 中央政府的固定收入 而企业所得税呢 一些大国企 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它的收入 都归中央 其他的企业所得税 中央和地方 六四分成 所以它也不是全都是中央政府固定收入 因此这道题 我们只能选择选项C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多选题 根据我国分税制 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下列被列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共享收入的税种 有哪些 选项A 环境保护税 这个中央和地方没有共享收入 这个收入是纯归地方的 选项B 个人所得税 他们有收入分享 储蓄存款利息 个人所得税 都归中央 现在还暂停征收阶段 那么 其他的个人所得税 中央和地方 六四分成 有共享 资源税 海洋石油的资源税 收入归中央 其他资源税 收入归地方 他们有分享 城市维护建设税 我刚才说了一些大银行保险公司 还有咱们铁路部门集中缴纳的增值税 然后所对应的成建税收入都是归中央的 其他的成建税都归地方 因此这道题我们应该选择BCD 各位冬奥会计在线的学员 我们继续在第一章的明映中前行 希望大家走稳 踩准 我们继续前行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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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